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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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一次的选举 各位 我们从执政党 他的一个大败的一个情况下 你从这一次选举中 你看到的是什么东西 你看到的是什么东西 我看到的是一个 一个人他采用了以前有利的一个手段 然后就一直用 用到最后导致自己由胜转衰的一个情况 这也就是我常常在讲的 很多人会有一个迷惘 我以前行 为什么我现在不行 所以他会比在他成功的时候 更努力的一种现象 他已经完完在走衰退了 可是他竟然在成功的路上 他是轻松的就让他成功 可是他在衰败的时候 他反而比成功的那一个阶段 他反而更努力 结果他的下场是失败 所以我们看这一次在选举中 你看执政党为了要把高雄抢下来 他请全党之力不断的打压 不断的一个打压 其实这个不用看 因为本来执政党从以前到现在 他就是一直在用这一种方式在选举 以前可以 为什么这一次打压的越厉害的地方 基本上全面溃败 全面溃败 所以同样的一个方式 这边跟各位讲 我们同样的方式 你不可能打遍天下五敌手 一朝半世闯天下 很难 非常非常难 因为我们有一个运势的好坏 所以我常常要跟各位讲 就是说我们要根据我们的一个运势 做出相对应的一个行为 好运有好运的一个情况 坏运有坏运的新对应 绝对不可能一朝半世闯天下 你在衰运的时候 你采取了谨慎态度 跟你在走好运了 结果你还在采谨慎态度 好运的东西你怎样 你抓不到 你预防了失败 但是好运时你抓不到 你拼命的冲 拼命的冲 好运的时候一飞冲天 衰运的时候一败涂涕 眼见柔起柔塌 这一种情况 像洗伤温暖一样 所以其实应该是说 你要根据你的一个运程 你现在好运 你去冲刺 你现在衰运守住 守 所以一般我们会根据这个大运 要看每个人的一个位阶 他是一个做生意的 他假如他现在面临到十年大运是破财 可是他明明就是做生意 他做生意很久了 他是生意人 这时候该怎么办 这时候我一般碰到这一个 我都会跟他讲 就是说你就把每年当作你要倒闭的方式去经营 他就会非常非常小心 因为每年我都要倒闭 这破财 我都要倒闭 所以说成本这些我都要很小心 这个十年大运当中 当然不是每年都是破财的 可能会有三到四年 他会赚钱 但是他很有可能就因为赚钱的这几年 cover掉他赔钱的这几年 因为做生意 他可能就会这样 他的一个运程都是 原本是往上的 现在要往下 开始就像股市走空投一样 他也会有反弹 再下去 他只要知道 他现在是在走这一种不好的一个运程 他的损失比较低 因为他每年都当做他自己要倒闭了 他的损失比较低 去降低他的损失 但他还是会有赚钱的几年 设定他赚钱的几年 就打平了他亏损的 甚至还会小赚 这样子来讲 是不是他就预防了 在这一种破财的大运里面倒掉 像我之前我的学生 他就拿他老板的八字 然后我说他老板 我身价很高 我三亿身价 可是就给老师你看一下 我就说在 怎么会是在丁酉年 破财这样子 他说对 没错老师 他真的 他三亿的生下再一年就没有了 他说是怎么回事 他就是老板在菲律宾 然后他就怎样 有车厂 做很多生意 有一个车厂 然后诈骗集团 骗了钱去国外买车 把车子放到他的车厂里面 那就这样子去洗钱 菲律宾总统 现在饥饿如丑的 好险我还跟他讲 好险 不是贩卖毒品 那个只是诈骗 所以说当他被查到一条这一种的情况的时候 整个就被扣押 财产全部都消失 可是各位 你要知道 他做这一个 已经做好几十年了 他说以前就可以 对 以前就可以 但是他已经不知道他已经在走下坡了 他已经不知道他在走下坡 所以说 我就说奇怪 他这时候破财 他说对 就是在这一年 完蛋了 所以说各位你要先知道 你要知道 我们在算命的时候 我们根据我们的认识去充博 我一般来说 我们比较注意的是什么 我们比较注意的是危机点 他有危机 因为危机的发生的速度很快 而且力量要大 你要赚钱就慢慢赚 慢慢赚 可是你要破产 很快就破产 所以我比较重危机 危机 我只希望 可能你的一个运程是这样 一路往上 中间这一个坑 你不要这样啪啪啪 蹦~~掉进去 完蛋了 你要从里面再爬出来 你才有运程 所以在这一种情况下 我也有碰过 各位他连续两柱的好运 然后 让他慢慢的爬起来 你变成是一个公司的主管 然后管五间店面 年收破百万 结果这一种的成就 你会觉得很不错 一般人哪有这一种成就 他就问我 老师 你算这两柱大运 ok 前面那一柱大运 我说那一柱大运很烂 有什么好看的 结果他就说 他学八字 他学八字 他认为他才多生弱 所以说那一柱是他的用神 他在年轻的时候 怎样 他就去做生意 结果一败涂地 各位 花了两柱的好运 才把这个坑填平 两柱的好运 20年了 他会觉得后面的好运是好运吗 不会 他只是很笃然在还债而已 所以各位 我们在批八字的时候 我不太 我不会说你有多好归多好 但是我跟你讲 你什么时候该注意 你的危机点在哪里 你要去注意 不要陷入到那个危机 因为在我的客人里面 有很多很多 之前都是非常风光 就只要几年 全部都不行了 只要几年 他可能十几年的风光 只要一年两年就消失了 很快很快 所以危机很重要 所以我常常讲说 你的运程是怎么样 你要做出相对应的一个行为 尤其最近来的都是那种大老板 都是开公司的 不是那种小店面 不是那种小店面 是开公司的 还有什么200家分店的那一种的 你就知道那种经营来讲 已经不是像一般的什么小吃部 我说我不好我就收起来 不是 他们没办法收 所以他们的一个 我曾经碰到一个马来西亚跟我讲 老师 我是做生意的 他直接跟我讲他是做生意的 他就说 其实我们每次的一个规划 大致上都5年以上 所以我们非常重视一个运程的情况 所以各位你要知道 他们一旦投资下去就不得不了 所以他反而他的一个应对 反而他可能有4年 5年中有4年好运 1年衰运 他这1年衰运要特别跟他点出来 为什么 你不用跟他讲怎么做 可是你跟他点出来以后 你要先知道他们是生意人 命理师没那么厉害 命理师就是命理师 你今天厉害的话 你就不会当算命的 你就当你就是老板 这一些老板 他们为什么可以从白手起家 然后有这么多厂、公司 他们的生意眼光会比你差吗 不可能 他只是不知道他的运程是怎样 所以你只要跟他讲解 你什么时候好 什么时候不好 不好的那几个时间点 要特别特别注意 这样子 其实基本上这些老板 他就知道了 他就知道了 他要求的不多 他要求的不多 他就是希望你跟他讲 他什么时候会有危机点 他去预防 因为他的行业他自己最清楚 他的人脉 他的一些关系 就只有他自己最清楚 我们身为一个命理师 是不可能很清楚这一些事的 所以一个危机点 对位阶高的跟他讲 他们自己就会做 假如是一般人 一般人来讲的话 一般人他都是无去求有 位阶高的是有了 他怕失去 一般的人是没有要求有 我什么时候会有真命天子 我什么时候会赚钱 我什么时候会升迁 我什么时候可以买房子 我什么时候会生小孩 这些都是没有要变成求有的 这是一般人 一般人来讲的话 你就要根据他的一个用神 一般人的一个用神 所以一般人的批命比位阶高的要复杂 但是位阶高的你要有一定的水准 不然的话你会 他们的气势很高 你会被人家压着打 一般人来讲的话 他是无中要求有 无求有 所以要告诉他方法 当然在八字里面就是用神 用神区分两个 食神 悟行 你该怎么做 你的态度 假如你要硬的 温良公减辣 多吃多喝多睡 多读书这一类的 这是硬的特质 要跟他讲你要怎么做 五行 你的这个硬是木 吃菜 留指甲 留长拔 对不对 到树里面去逛逛 这一些是五行 来帮助他 所以说他必须要有空间 五行是空间 食神是行为 两个去互相配合 简单来讲 两个相加就是生活 从生活中去慢慢的去改进 当你的八字 你的身体获得足够的能量 然后你的行为OK的一个情况下 虽运他会帮你减缓 可是到了一定的好运就可能会一飞冲天 所以各位就要去了解 去了解 不是一套方式打遍天下无敌手 好运有好运的方式 坏运有坏运的方式 这个用神一定是批完命给你的 不是在批命前 不是在批命前 所以说很多人会 老师我的用神是什么 你问我的话就是要我批命了 那一定是要付费 我们不是跟平常的八字一样 你这八字什么格局用神是什么 那还没批命 那还没批命 我们都已经批完了 你什么时间 什么时间点什么不好 所以用神会改变 这个用神是会改变的 因为根据你的一个运程的一个方式 改变的时候 你的所要用的五行会不太一样 所以因此不太可能有一招办事闯天下 为什么执政党这一次输得这么惨 以前可以就继续用 这一次用了就完全不行了 表示他的运势在改变 他们的运势在改变 不能够再用同样的方法 得到同样的效果 所以假如还是持续这样在做 结果就是花了更大的力量 得到了更差的一个结果 这是我常常在讲的 成功很轻松 为什么我在失败 以前行我现在不行 更努力拼搏冲 结果越努力越惨 是同样的道理 因为他已经不知道 他的一个运程转变了 他的用神是不一样的 所以要根据自己的一个用神 根据自己的运势 去做出相对应的一个行为 所以说人是活的 活的自然就要怎样 要随时去调整自己 绝对不是一朝半世闯天下 而是要做适度的修正 让自己能够配合这个运势 配合这个运势 好的时候更加分 虽的时候少减点分 自然而然人生往好的方向去 这样子不是你所需要的吗 你所期望的吗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留言再见 拜拜